稍等啊 家人们 让我再换一个歌啊 让我再换一个歌 再换一个歌 咱今天简单的聊一会儿就行了 你是没啥经历就喜欢听这种旋律是吧 对 所以说每个人听歌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感谢静姐啊 来 家人们 咱那个左上角没给小徐卡灯牌的 记得把灯牌卡一卡 家人们 没给小徐卡灯牌的把灯牌卡一卡 我帮我哥哥的对象吹过头发 你帮你哥哥的对象吹过头发 那你跟你哥哥的对象 你俩是同性还是异性 就是这个关系有点乱 你能懂吧 家人们稍等我 屏幕会卡一分钟啊 家人们 就是一会儿会黑屏 然后别人问 别人肯定会问 咋回事啊 掉线了吗 我回个微信家人们 屏幕会卡一分钟 屏幕会卡一分钟 屏幕卡一分钟 好了好了 终于赶上直播了 开心不开心 不是 我现在主要是在调这个车内的这个 灯光效果 刚才屏幕卡了一下 我就是在调这个灯光效果 我看是做后排直播清晰 还是做前排直播清晰 这个歌听起来猛灵听挺幼稚 但是也非常适合异谋的时候 我找着能织手机的地方了 家人们稍等啊 我让支架整一下 好 现在OK了 现在就轻松多了 五一出去玩还是拍戏 你们觉得你们对我的了解我是哪种人 我是要出去玩还是拍戏的人 姐妹们 直播家的姐妹们 就是你们对小徐的 熟悉程度 你们觉得小徐五一是出去旅游还是拍戏 偶然有些偶然过 赚钱 那肯定啊 不赚钱怎么享受生活呢 所以说 先stop 谁说我五一准备出去玩的人 你是不了解我 那你是真不了解我 我因为对我来说啊 对我来说我觉得 我 你说我还有啥玩呢 家人们 咱不说全球 那全国能去的地方基本上也都去过遍了 对吧 你说咱有啥玩的 五一我不放假吗 我肯定不放假呀 因为 因为因为我还是那句话呀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 有意思的这种玩的东西能让我吸引我的注意力 真不吹牛逼 对呀 你有钱了 跟喜欢的人 跟想带的人 你想去哪玩不行吗 哪天又有拍戏啊 5月2号西安有个剧组准备定我 但是现在正在商量这个剧本片酬的东西啊 我想问你们啊 如果一个人天天分逼不赚 天天出去玩 你们觉得他什么时间 能财富自由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打个有 当然 工作闲暇之余 适当的出去玩 花不了多少钱可以 对吧 如果说你现在一个月赚两三千块钱 你想去三亚 你想去昆明 你想去成都吃火锅 又是你想去这儿 去那儿 去个这个山 那个山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没达到那个境界呢 家人们 那虽然说 现在的我 你们可能觉得我现在过得挺潇洒的 真的 你们可能很多人觉得我现在过得很潇洒 我压力挺大的 我一个月 我得赚 我得赚六位数 要不然我连我自己养不起 真的 所以说我的压力贼大 对我来说 旅游一年一次就行了 一年一次就行了 名牌牛奶喝上没 喝不起喝不起 我不知道什么是名牌牛奶 你看看我这 我这一个 内饰都是白色 都不是红色的座架 我还给你喝 品牌牛奶呢 哥哥们 新车添磨了没 给你们看看 给你们看看 在这儿呢 磨都没撕呢 看见没 磨都没撕呢 有人说为什么要赚这么多 为什么要赚这么多 姐姐啊 为什么要赚这么多呀 你说为什么要赚这么多呀 因为咱过得 咱对自己的生活要求质量高 你赚的少了你能开这玩意儿吗 咱换句话说 咱换句话说 你不赚那么多钱 你能体验这种生活吗 家人们我就问你们一句实话 来 对不对 来 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不赚钱你能体验这种感觉吗 你一个月不赚六位数 你能体验这种座椅直接放倒 直接给你 直接把座椅给你撑起来了 对不对啊 家人们 所以 对不对 你不赚钱多你能体验一下后排的腿随便伸吗 是不是呀 来 脚拖直接又伸过来了 你不赚钱你对不对 你不赚钱你啥时候能买这100多万的车 是不是家人们 所以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呀 这个道理真的是很简单 大家就 对吧 那大家经常会说 那小徐啊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因为我知道吗 我觉得一个男人 就是没有没有经济压力 带着父母想去哪去哪的时候 这是一个男人成功的成功的一个 门槛 知道吗 而不是说天天想着去哪去哪玩之类的 你看包括经常有人进直播间 一进直播间都是 怎么不结婚 我结婚干啥呀 对不对我结婚干啥呀 结婚很重要吗 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 嗯 你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姐妹们 因为今天是周日 明天周一可能很多人要上班 你们需要上班工作的早点休息 不管是上学也好 或者说是明天接送孩子也好 大家早点休息 知道吗 然后不困的话咱简单再聊聊个两句 我也该该睡觉 我也该睡觉了 我也困说实话家人们 哦对你放假了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 我会把假期看得非常重要 真正的就是做这一行之后 我们没有什么假期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什么假期这一说 女生心情不好了 这小网名叫小明星了 你想问我什么 女生是惹女生心情不好了 还是咋回事的 你给我讲讲 你给我讲讲我帮你分析一下 等会我让手机支架支一下 啊我让手机支架支一下 哎呀这不太稳呢 看来一般一般一般都是得配个助理拿的手机支架啊 情感直播开始是吧 我不就是买了瓶 等会等会等我帮他分析呀 我不就是买了那瓶糖吗 然后花了300块钱 然后 然后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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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买了瓶花了300 然后我妈说我上当了 学生卖给 那是啥糖啊 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你能语音连外不能 让大家听听那是啥糖 纯醋 啥是纯醋 纯醋糖瓶啊 家人们 等会我拿下我手机 我拿下我手机 卧槽 啥是纯醋糖瓶啊 晚上好 晚上好 主任的姐妹们 醋瓶糖 那是啥东西啊 我真不知道 辣辣 等会儿啊 家人们吐狗了吐狗了 吐狗了 别让我笑啊 别让我笑家们 吐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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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刚才离得远 我刚才离得远没看清屏幕啊 我看谁打哈哈 我看谁打哈哈 点心呀 困得先睡啊 丢人丢人了没啊 刚才你们家们 你们先先先说丢人了没 不是你知道吗 我们离这么远家人们 我给你们两两离了多远啊 我妈说离手机远点 要不然近时 10厘米 20厘米 30厘米 咱离了快40厘米 知道吗 咱离了快40厘米 我能看清你们打的字吗 家人们 是不是啊 不纠结这个问题啊 家人们不纠结这个问题 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来姐妹们还有谁想聊什么的屏幕上打出来 很多姐妹在问那个东西是啥 知道了给他解释一下家人们 知道了给他解释一下 知道了给他解释一下 嗯 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我也没有什么形象 你知道吗 家人们说实话 我在你们面前已经没有什么形象了 我也不要什么端着了 啊 我家里就我自己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嗯 所以说压力比较大呀 你说我要是有个姐姐长得好看 嫁个豪门 我也不用天天努力赚钱了 是不是啊 那我家里边可惜就我自己啊 我还得养自己 将来还得养爹妈 对不对 所以说我为啥五一不放假不出去玩啊 我养的人太多了 知道吗 真的我养的人太多了 嗯 但是我永远知道一句话 啥话呢 就是说先养父母 再养女人 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赞同不赞同 赞同的扣个一家人们 赞同我这句话的扣个一 先赡养父母 再养别人 这个别人包括了你们所谓的老婆媳妇对象 知道吗 因为我常说一句话 一个男人一个爷们 你连自己的父母都养活不了 父母生个病连钱都拿不出来 你天天在互联网上或者在在现实中 装的自己跟那二五八万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这道理家人们 我现在没考虑过任何孩子的问题 我还是那句话家人们 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你说我现在结个婚我结起结不起我结得起 我做的这个行业 我的追求不是让我婚姻束缚着我 能懂吗 我不希望任何人束缚到我 我就是过得非常潇洒自由就OK了 买自己想买的车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吃想吃的东西 有人说那你这是不是叫渣男 不想对任何女人负责 不是不想对任何女人负责 第一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不再是你们想象征的一个女孩都有多好多好 现在时代变了家人们 包括到我现在这样 主动认识我的女孩 家人们咱不是说自恋自大吹牛逼呢 那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目的性的 那是觉得我现在有这个收入了 有房有车了主动认识我 我是傻子吗 我不是傻子呀 我现在要找媳妇也是找一个 家里边经济条件 比我差不了太多的 然后呢把钱看的不重的 从小受到的教育非常好的 三观非常正的 三观非常正的 这点是口号 能懂吗家人们 所以说咱时代已经变了家人们 这不再是多少年前那种了 生怕自己家的小孩结不了婚 什么呀 怎么怎么样娶不下媳妇啥时代了 我妈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 我妈都说了儿子好好赚钱 等你40岁你照样找18岁的 这是我妈给我的 可能有人说了你妈教育这是啥呀 这是你们可以理解为玩笑话 但是这个玩笑话说的是非常真切的 知道吗 就是因为很多父母普普通通上班一辈子了 生怕自己的儿子没出息 将来娶个媳妇都困难 所以说天天从小给儿子灌输的思想 就赶紧娶个媳妇领回家领回家领回家 我告诉你 真正有赚钱能力的男人根本不缺媳妇 根本不缺媳妇 信的打个信 家人们信的打个信 会赚钱的男人一个月他能赚10万的男人 他妈逼他他着急找媳妇吗 他为啥着急找媳妇啊 我告诉你 但凡从小就是逼着孩子赶紧去找媳妇的 家里边过的都不咋样 我说句实话 家里边过的都不咋样 要不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 缺爱 缺安全感 谢谢姐妹们的关注 大家喜欢小学的左上角黄色星星 给大家给我点一下家人们 左上角黄色星点一下 花一毛钱一个抖避 能加入咱的粉丝群家门 也就咱的家人群 婚姻的本质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交换 当然这个交换不等于说你给我100块 我给你150 这个交换可以说是什么交换 男人给女人提供了一定的物质 女人给男人提供了安全感 提供了对男人的照顾 能懂吧 这个交换不代表就是说你给多少钱 他给多少钱 而是说很多东西的交换 不是说纯物质的交换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直播间经常 你看会有姐姐们 进直播间 进我这边就是 怎么还不找女朋友啊 怎么还不结婚呀 怎么还不生孩子呀 我生孩子干啥 我年纪轻轻的 我没事去健个身 骑个摩托车不好吗 是不是 你说我生了小孩干啥呀 对有人说你哥们你活得挺通透的 因为我毕竟我是工薪家庭出来的孩子 我到混到今天所有东西都是自己一手做出来的 就是说你要说论学历 虽然我也是本科我没那么高 你要说论多高的教育什么的我也没那么高 但是我知道我如何一步步走来的 我知道我现在走到现在我没错 如果我错的话我走不到今天 对吧 所以说我从来我觉得别人给我的建议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具体能在我身上实行不一定 那有人说那你说一说男人喜欢啥样的 家人们想聊这个问题的打个想 直播那女生们想让我聊这个问题的打个想 想知道男人喜欢什么样的 想让我了解回答这个问题的打个想 这个问题多少人打想我看一下 我告诉你啊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分情况 就是咱说的严谨一点是这个男人的层次不同 他对女人的要求不同 能懂啥意思吗 如果一个男生长相普通家境普通 那可能他觉得是个女的就行 我没给你们瞎说 现在打个信信的打个信 就是你的你这个男人的自己的层次决定了你对女人的要求 对吧你说你天天一个月800块钱的工资 你爹妈还生着病 就想再说难听点啊 还能睁开眼活动的时候参加一下儿子的婚礼 那你可能觉得是个女的就行 那稍微收入到1万的男生可能觉得我找个女生不能太拖我后腿 我也在创业我也在奋斗 对吧长得能出的门 那收入到10万的男生 那又不一样了 收入到10万的男生 我找到这个女孩出门说话 她的行为举止不能丢人 看起来像大家闺秀见过世面的 脏话废话 没那么多 在事业上 不说帮我 起码 不会影响到我 家里边的兄弟姐妹爸妈也不会给我带来负担 我收入几万 我收入一天八十八 我一天片头八十八 对吧我收入几万 你看这是啥 这啥车呀 真的是太廉价了 你看这腿距离这么长了 我这一米八三我腿都能伸直 我收入没多少 我收入一天八十八 我能给你们讲这些东西 那说明我是大概多多少少了解的 我不是给你们张口就来瞎扯的 知道不知道 对呀 有的人能知道我是在开玩笑 那听不懂玩笑的人觉得我是在给你们干嘛干嘛干嘛 我一天片头八十八块钱 我在剧组里边天天混合饭吃的人 对不对是不是 再比再比如说那有人说了 那那那些富豪们喜欢什么的女生啊 这就牵扯到短剧小说了 你们短剧小说看到那些富豪喜欢的女生全是假的 我说到这你们信了打个信 我说到这你们信了打个信 就是你们现在看网剧看多了 总觉得那些富豪就喜欢一个傻白甜 现实中有几个呀 我想问你们现实中有几个富豪喜欢一个 啥都不知道啥都没见过 顺面的一个女孩傻白甜呀 洗洗睡吧 但凡你有这种想法的女生我告诉你啊 你活的太天真了 你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你赶紧洗洗睡就行了 真的 年薪百万的那种人 首先他们的老婆是在任何场面能帮他撑住气场的 在任何时候他敢把随时把所有资产转移到老婆名下的 甚至说他在外面找个女秘书陪他社交他老婆不会给他又哭又闹的 我说大数据信的打个信家什么我说到这信的打个信信的打个信 你以为人家年薪几百万的就喜欢一个傻白甜 喜欢一个傻子啊 人家年薪几百万的大老板喜欢一个要学历没学历 要素质没素质要长相没长相啥都没人家几百年薪几百万的小老板 就不说大老板小老板人家喜欢你这样的你洗洗睡觉去吧 真的没人看看你的脚趾夹盖里边的灰剃干净了没别小说看多带入现实姐妹们记好了 你都是八种的剧看多脑子坏了7749你说的很对 咱就不说别的富豪了家人们咱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不算有钱啊 我真的是我是说白了从1617年做快手到抖音赚点互联网的钱啊 你让我现在找对象我能去找一个没有一点学历的吗 不会你让我现在去找对象我能找一个啥场面都没见过的吗 不会我害怕真的我害怕尴尬 知道吗我不是说丢人我害怕尴尬 你啥都不是说你啥都知道比如说世界上的东西你知道了三成 你找到这个女孩一成都不知道你跟他会有很多代沟 那有人说了那我是女孩子你只不能慢慢教我吗 我们余生很长去你妹的吧人家的余生是用来做更做更大的生意的不是来教你这傻子的 我看谁打哈哈我看谁打哈哈我跟你们讲真的很多女孩会说那我不懂的东西你为什么不能花时间教我呀啊 你为什么不能教我你不可爱我啊 人家人家说难听了人家的满脑子都是成熟的男人都满脑子搞事业搞地位搞身份的谁没事搞交着你去搞 交点交点你这个交点你那个呀 是不是要家人们人家为啥教你呀说的很对呀 啊 你再比如说 你让我现在去找一个长相身材非常普通的女孩我会找吗我不会找 我肯定不会找为啥呀 我坐着这一行业天天身边全是好看的美女我为什么要找一个长相非常一般的对不对 咱们不是说PoA别人我为什么要让自降自己的生活档次水平呢 对不对就像我现在能买一百多万的车我为啥逼着自己非得开个两万的车就是这个道理呀 就是这个很简单道理呀人可以不用高攀但是不要让自己下见 知道吗你人不用非得说高攀但是你也不能让自己将主动降低自己的各种的要求水平了对不对 门当户对真的很重要家人们对呀你谈恋爱你不是扶贫的姐妹你这句话说太对了 谈恋爱不是扶贫的所以说你再比如说一个女孩现在给我说那个能不能跟我在一起谈恋爱之后 就是我弟弟将来如果上大学的话学习不好能不能一年三万的学费你帮他交了 然后就是我弟弟这个孩子呢比较喜欢摩托车你跟我谈恋爱你给我弟弟十万块买个摩托车 然后呢我弟弟现在也想买个一百万的跑车等我们在一起之后呢 然后你再给我家赔价个一百多万给我弟弟买个跑车 然后我弟弟将来结婚的时候还需要一百万的一个彩礼钱 一巴掌伸死他我告诉你真的我一巴掌伸死他 这种女孩都是原生家庭太垃圾了才会让他不停的问男性索取知道吗 这种女孩就因为原生家庭太一般太垃圾了才会不停的对男性索取 真的咱直边虽然说都是这种女孩都大部分都是姐姐们阿姨们结过婚的 甚至有些妹妹的我希望大家是人间清醒知道人间清醒知道吗 不要活在幻想里边包括我们男生我再说一下包括我们男生 如果说我现在一个月天天借贝还还着花贝还还着每团吃个饭都得分期的人 我一个月到手500块钱都存不住我去追一个月收入5万的男生不让女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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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让我笑一会儿啊 别笑 我是爸总啊我看谁给我打哈哈 我看谁给我打哈哈 我 别笑啊 来咱继续说 你看那弹幕有多快啊你看你们这些 你看你们等会给我笑的出汗了家们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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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 调下调下风啊家们等会的 你真的是你们这些人 来咱继续聊家们啊咱继续聊咱还是调到我喜欢的这个灯光吧 也不想着补光来 咱继续聊啊咱继续聊 就是说我现在一个月连500都存不了我会去追一个月薪5万的女孩吗 我不会 为什么呀这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人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摆清自己的位置 相当重要有人说了你你得大胆大胆一点啊 这是大胆的问题吗家人们 家人们我想问你们这叫大胆的问题吗 家人们我想问你们我跟我讲的这个东西叫叫胆子大小的问题吗 这不叫胆子大小的问题 有人说了你一个月500都存不了你去找个月收入5万的女生能养着你 人家月薪月薪5万的月薪5万的女生他是傻子吗 他找不来男的他男的死完了就在找我呢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的打个有 我跟你讲啊 但凡你觉得你一个男的要长相没长相要收入没收入一个月500的存不了 你能遇见一个五月薪5万以上的女生爱上你你都是脑子有病我告诉你你就是脑子有病我真说话直 那真的是脑子有病人家月薪5万的女生人家身边的妈一米八多八块腹肌的帅哥什么样的没有啊为啥去找个你这个屌丝男呢 对不对啊有人说了会不会遇到这种白富美 但是是个恋爱脑的白富美 姐姐姐哥哥人家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比你出发点高很多人家咋可能认识你啊 哎你们不会想着这个白富美开着100多万的奔驰去修车 然后你你是一个屌丝修理工天天拿着那手机抽包烟啊搅个槟榔天天一个月存不了钱趴你一抬头啊我给你们演演啊你是一个修车工正在 我把手机知道着给你们演一下啊你们你们以为是小说呢啊 咱们有其实任何行业我只给大家演一下人100开着100多万车的白富美来了啊 你是一个修车工学徒你抽了烟 嚼着呢冰狼 美女修车 你以为人家女你以为人家女生会这样回眸 哇好帅啊你修车的姿势好帅 你以为人家女生会这样看上你吗 你洗洗睡觉去吧 啊洗洗睡觉去吧 别梦逼了 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梦里知道不知道 你说的那种男生不行他长成你这样就行了 所以说我从小到大没指望过不想不想着指望别人能帮我杀 真的家人们 对啊有人说在上海月薪五万的房子 你说的我太相信了 因为我一直在江浙湖那边生活我太了解了 是不是家人们 所以说人一定要正视 正视自己的收入正视自己的三观 正视自己的学历正视自己的水平 什么都得学会正视自己 然后熊大喜说了哥们不是哥们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我都已经给大家讲的很明白了 三观症 对吧什么叫三观症啊 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错的 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对吧然后呢 知道自己该干啥 我不可能说现在 我找一个女生天天啥也不干 等着我每个月给她发零花钱 不不可能 这种事发生不了我身上既好 我一辈子不可能干这种事 他哪怕一个月赚两千 那是他自己赚的 那是他自己努力来的 他问我要 那就不一样了 知道吗 如果说将来你有了孩子 你老婆在家看孩子 你会不会给了钱 如果说真走到那一步啊 你听好 我能认为那是我老婆的 能给他生孩子的 说明这个女人 他的人品是我相信的 他你说十月怀胎辛苦不辛苦 给肯定给 但是如果说他就指望这辈子给我生个孩子啥也不干了 不好意思我不要这种全职太太 我不要这种全职太太 能懂吗 在给我结婚生子怀孕期间 对吧你 确实没法工作啥也不行我给你钱我养着你正常 但是如果说你一辈子就指望哪一个孩子威胁我 生完孩子 你一辈子啥都不干了 全家的事让我自己来给你转 不好意思滚蛋 我做不到 因为什么呀 任何事情是公平的 谁也不欠谁知道吗 谁也不欠谁 我老家就是河南这边的 我老家就是河南这边的 对夫妻是共同携手进步的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夫妻成熟的人才能说这句话 夫妻是携手共进的 共同面对困难的 共同经历风雨的 而不是说 知道吗 不管是男的女的张嘴天天问别人要很下头 你们知道什么叫下头吗 家人们有很多年龄上上年龄的姐姐们不知道下头这俩子是啥意思 就会让人觉得很反感 很无趣 很不想再与你交流有瓜葛 你肯定没有孩子 你光说实话我擦 我说我是处男你们信不信 你喊我没有孩子 你咋你咋这么聪明的呀 我要是有孩子 我大半夜做车里给你直播呢 来直播的姐妹们兄弟们还有谁想聊什么 屏幕上给我打出来 还有谁 我想问一下直播间228个姐姐们咱把一毛钱礼物刷一波不过分吧 家人们 左上角的 左屏幕中间的一毛钱的礼物条件好的姐姐们刷个墨镜 家里边已经背上小康的刷个跑车行不行姐姐们 小徐在此谢谢你们 感谢云淡感谢 感谢这个不二感谢我直播的姐妹兄弟们感谢赤沙姐姐感谢天蝎 哎呦天蝎你这个 非常感谢何希七七感谢肖静姐 来家人们一毛钱小流不要停感言言感谢圆额感谢我直播每一位姐妹兄弟们啊 不管大家刷礼物还是点赞啊小徐在此都谢谢你们 嗯好感谢一波了来咱继续聊 金子感谢油门啊有人说五月你还拍剧吗拍拍拍五月份的剧还得拍 但是现在就是感谢664818啊就是你们每一个人在我这边消费一毛钱或一毛不消费点个赞我都能看见你们的名字 真的在我这你别管我 你们认为我是哪种人但是你记好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人我是知恩图报的人感谢东东 就是我现在我自己要投资的那部剧感谢婷婷双语我自己投资的那部剧现在这个剧本前30集需要一个修改可能 我自己投资的剧会推到六月份去拍五月份我该接戏接戏就是比如说五月份西安那个剧组给我的片酬弹得非常的理想满意 剧本也非常的OK那我就去西安排那再比如说成都那边给我高价让我挖过去了我去成都排欢迎许功的小毛迷欢迎我这边每位姐妹兄弟们啊能懂吗家人们 嗯 有时间跟你学说话感觉你这人太会说了我跟你们讲讲啊什么叫之前有一些三观不正的人 他说我太能说了怀疑我是干传销的感谢徐公子的小猫咪一三一四呀谢谢徐公子的小猫咪啊家人们谢谢徐公子的小猫咪 谢谢徐公子小猫咪真的之前有人说我的嘴太能说了怀疑我是干那个啥的干CX的我不能再说这俩子再说该封号了感谢 援助善感八计就是你知道吗家们有的人他真的很脑子有病你自己口才不行别人比你会说那别人就是干啥啥啥的你咋想的呀 对不对你咋想的呀哎呀这就是成这就是啥就是别人说的这个光中国都十四亿人呢你不可能让每个人想法跟你一样 感谢EA啊感谢EA姐姐EA姐姐在我这边来回进出三四次了呀 来这边的姐妹们兄弟们还有谁想聊什么屏幕上面打出来感谢袁助善啊我特别喜欢袁助善的名字善助元 不是袁助善就是我给你们讲啊我散光知道吗但是这个善助元元助善我名字给他念颠倒了他应该不介意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名字为啥喜欢善善良元这个元指的很多元 不管颠倒但是意思不变嗯 郑州现在是不是很多拍短剧现在河南郑州一年能产一百一千一百部短剧也就一千一百家人们你们帮我算个账啊一年能拍一千一百部短剧也就是说一个月能产多少部呀一千一除以一年十二个月 能懂吗现在河南郑州一年能产一千部短剧左右就这么夸张你会去拍综艺节目吗我都快奔四的人了我拍综艺呢我拍啥综艺啊 综艺你说我上综艺我有啥才艺啊才艺就是呃各位观众各位评委老师你们好我的才艺是开直播全礼物哈哈哈啊家人们就是别人上综艺不是唱歌就是跳舞我直接上去各位观众你们好各位评委老师你们好我我我我我我的才艺是开直播 啊你说那个吉祥飞扬姐是吧我俩互相关注的有吉祥飞扬姐在做综艺啊可能以后他会邀请我去他剧里边参演一个坏人感谢卡某感谢我这边所有的姐妹兄弟们嗯感谢我这边的每一位姐妹们你奔四了一点都不像三十了三十了短剧演员一个月能拍四部吗这个问题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一个月多少天家人们咱平均按三十天一部片七天 四七二十八 但是中间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我给你们聊聊 你拍完这部戏 你能瞬间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拍那部戏吗 不能 非常累 对 那有人说那这是 有人说这是什么呀 说的是 这在把人 在把人熬死累死 你说的没毛病 你说的没毛病 有的演员他是一个月不停的在接戏 他已经类似于做成这种工作流水线了 理论上来讲啊一部短剧拍七天左右 你开拍前需要干嘛定装唯独什么叫定装这部戏里边你都穿什么衣服 你的脸上的妆容是用哪种 唯独就是大家坐一起把这个剧本讨论一下 所以说一部短剧比如说拍七天可能得需要10天到9天的准备时间 提前一两天定装唯独研究剧本 感谢92感谢值班所有的节目兄弟们 有人说多拍点戏不是来钱快吗 那谁都知道啊 这谁都知道啊 拍短剧是不是出戏很快 就像经常有人会问我一句话啊 你拍一部短剧你会不会爱上这个女主演啊 其实也会有很多人跑到人女生直播间问啊 你跟徐公子拍了七天的戏你喜欢没喜欢徐公子呀 就这种问题是非常幼稚真的非常幼稚不管你年了多但是你能问这个问题非常幼稚 我们在一块只能待几天时间说白了刚熟悉 杀青了谁都不认谁了 对吧又不在一个城市 哪那么容易走心呢 人的经历感情是有限的 不是廉价的 懂懂吧 下次可以找你们探班吗 如果我 如果说最近我在郑州拍戏的话 咱直播间有多少河南郑州的扣个一 河南郑州的扣个一 如果说我最近又接了一部在河南郑州拍的戏 然后咱直播间河南郑州的姐妹们可以组团来找我探班 那再比如说我下一部戏比如说去西安拍了 然后西安比如说分很多区对吧 呃 咱西安离得近的姐妹们能来到到时候大家也组个团 这不就挺好的吗 嗯这不就挺好的 来家人们没给小徐这个卡灯牌的记得卡下灯牌家人们左上角黄色星星点下卡个灯牌然后呢 无聊的话可以去小徐的橱窗里边逛一逛小徐橱窗里边卖了很多这些减肥期间吃的 东西无糖酸奶呀包括特别好吃的玉米之类的 啊群里面还是很多的 然后呢就是大家感谢CC啊 就大家可以进小徐的群因为 咱全国各地的姐妹咱的直播间的姐妹们都在群里边你们都可以 组个队比如说到时候我去广东拍戏呀深圳拍戏呀 咱群里的姐妹大家都可以组个队 在你橱窗里边买过咖啡对吧 然后很多人在我橱窗里边也买过玉米很多人在我橱窗里边什么都买过晚上好晚上好都看到你们了进来都看到你们了家人们 然后在咱们再聊个两三分钟 再聊个两三分钟就该下播了家人们 啊我这我这说句实话啊我坐车里给你们直播这一会儿挣的钱还不够不够不够那个啥呢不够不够车的 哈哈哈不够车的那个油钱损耗呢啊 兰州影视城兰州那边拍短剧的我目前为止没有接到过兰州的 通知没有我老家是许昌的老家河南许昌的 谢谢你们的关注啊特别喜欢小学你们就是点个卡灯牌就行了家人们 武汉有短剧长沙有我给大家下播前再说一下现在短剧都在哪个地方拍啊大家听好了 河南郑州 包括河南其他城市但是一个月可能拍不了一次但河南郑州是就是常拍的城市啊全国常拍短剧城市 郑州长沙武汉 恒电杭州成都 然后 江西英潭 然后还有那个叫啥呀 北京 深圳 西安这都是现在全国热门的城市 你们都在问我这个皮衣夹克去年买的呀我我我找连接我找不着了没连接了 我都不知道用哪个抖音号买的兄弟真的 我要是我又不是说怕这衣服好看你们谁穿上 就变得帅了 怎么怎么样我嫉妒了没有没有没有真的 行啊姐妹们家人们咱也咱也该下播了啊咱也该下播了 咱也该下播喽 来吧 回家 让咱们的老板座椅收起来 准备回家 来家人们没有给小许点观众记得把关注点上啊家人们 记得把关注点上咱现在要下播回家喽家人们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能再说一次吗 不能 OK 哎呀 回家喽回家喽 OK家人们咱要下播了 来姐妹们然后特别喜欢小许的没有卡灯牌这些卡下灯牌然后 可以进咱们的群里面不开播的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跟大家聊天呀 跟大家互动啊家人们 这是哪款车奔驰的S450啊家人们拜拜 拜拜 拜拜